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先看这个梁慧王上篇啊有七章 那么七章的内容呢大致是见梁慧王有五章 那么内容非常详细 对于跟梁慧王的很多的劝说的一些词汇 还有他的一些想法 那么非常重要 那么还有一章呢是设计梁香王 梁慧王是梁慧王的儿子 那么梁慧王在当时应该说战国时期 特别是战国初期以来 梁慧王算得上当时的第一个特别重要的霸主 那么梁慧王呢是他的儿子 那么孟子相继对梁慧王有说 对梁香王也有说来阐述他对仁义的想法 那么最后一章呢是设计七宣王 孟子啊后来到了齐国 实际是从魏国转到齐国去 这一章里面也有很有名的 大家都知道的所谓齐环近闻之事 那么我们在后面接着会跟大家讲 每一章的主题呢 我在这里大致的标了一下 也希望大家有所了解 那么第一章呢 我刚刚讲梁慧王上篇是最重要的一篇 梁慧王这个上篇的首章 也就是孟子见梁慧王是重中之重 过去于朱熹就讲过 那么这是安排在首章 那么证明孟子和他的门人 在做孟子的时候是有深意 主要的内容是讲毅力之变 那么就是我们后世经常会说到的 仁义与功力 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前面我们已经提过 战国就是一个功力主义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 那么孟子是怎么样子劝说当时的诸侯 特别是梁慧王 怎么样实现 或者说怎么样通过仁义来实现 当时的所谓的王道 或者说望天下 那么第二章呢 涉及到很有意思的一些地方 那么当时也是见梁慧王 那么孟子见梁慧王以后 孟子劝说梁慧王 与民邪乐 就是所谓邪乐 就是同乐 如何与民同乐 那么这是这一章所讲的重要内容 第三章呢 就是寡人之于国也 这一章 那么这一章呢 涉及的内容主要是涉及王道 特别是王道之始是什么 也就是王道 从哪开始 这是很重要的 孟子其实已经讲了 所谓养生丧死 这是王道之始 那么第四章呢 是寡人愿安成教章 那么这里面主要涉及到 劝说梁慧王 辗转地告诉他 你如果要行政的话 也就是说你执政的 施政的时候 不能以行政来施人 所以他特别讲到 不能率兽施人 就是率领这些禽兽 来吞食人 那么这是 其实反映的就是孟子的 仁义的思想 那么第五章设计的内容呢 是晋国天下木墙焰章 这一章主要设计 孟子对梁慧王 讲了肺腑之言 就是当时的魏国 遇到了很多的状况 梁慧王为什么要请教孟子 也就是当时魏国 负面受敌 那么战败年年 所以他特别讲到 孟子的思想就是说 什么时候 你才能无敌于天下 那么就是做个忍者 只有忍者才能无敌于天下 为什么 因为忍者 他本身就会造成天下归顺 既然天下都能归之 那当然天下无敌 那么第六章 里面设计的内容 是孟子见梁香王 这一章很短 但是也很有深意 里面特别涉及到 也是战国时期的根本问题 所谓战国时候 我们在上一讲里面讲过 战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杀人 所以他对梁香王讲 就是说 那么只有不是杀人 就不好杀人的人 才能统一天下 那么这是孟子的 仁义思想的一个表现 最后一章是刚刚讲到 喜欢禁文之士 基本的意思也是说 发振失忍者 才能望天下 具体的内容 我们在后面会重要的来讲 当时的一个情况 我想这是我们最需要交代的 孟子这个书里面 会涉及战国时期很多的大事件 如果只读孟子的时候 你不一定能清楚 但是如果能够了解 当时战国的历史 通过一些重要的史书 比如说史记 我们就能了解到很多 从公元前453年开始 所谓三家分禁 然后就有了魏国 所谓赵魏涵 而魏国呢 一直是居禁之中 所以他天然的 就带有成绩禁国的传统 也就是他经常会以禁国自居 那么这是魏国 在天下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从魏惠王 也就是我们这里说的梁惠王 公元前370年继位以后 在位的时间非常长 一直到公元前361年 他迁都到大梁 也就是我们现在开封 所以当时就好为梁国 是以他都城的名字 来号称他的国家 也就是我们说的魏国 这个时候是魏国比较强大时候 但是同时跟秦国 跟齐国 跟赵国都有一些交道 甚至一些战争 一些拉锯的战争 在公元前344年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集点 这个点上可以看到 从这个冯哲之会 当时梁惠王开始称王 在这之前他并没有敢称王 从这个时候称王 我想这个时间点 恰好也是孟子已经成年的时候 孟子已经很大了 孟子已经开始受徒了 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可以知道 孟子是知道梁惠王称王这个事 这是在战国时期 应该说在整个的春球战国 都是非常重大的事件 因为在周天子的统治之下 谁也不敢称王 顶多像齐桓靖文一样称霸 从这个时候开始称王 这也是可想而知当时的状况 后来赵魏 这个齐魏 秦魏之间战事不断 有强有弱 有功有手 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的情况 而在称王以后 就是梁惠王称王 大概二十几年以后 那么公元前三百二十年 这个时候 孟子十年五十三岁的时候 他去见了梁惠王 后来又见了梁项王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 那么齐水排在了我们这个孟子的首章 这也是非常有深意的 也就是说孟子的首篇梁惠王上 并不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说的 而是重要性 而是孟子及其弟子 认为见梁惠王这个事是非常非常重要 同时我个人也认为 证明孟子确实觉得梁惠王称王 如何来劝说梁惠王 从称王的角度来行王道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这一章里面 这一篇里面还会涉及到 从三百二十年以后 后来公元前三百一十九年 实际上他又同时梁襠王继位 他又见梁襠王 见完梁襠王以后 实际他对梁襠王有个评价 就是说梁襠王望之不是人君 不像一个君王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离开了魏国 他就到了齐国 这时候才见到齐宣王 而这个时候齐宣王刚继位两年 也就是说正是愁出满志的时候 也是正气和梁子要劝说他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本篇的史实 中间涉及到的一些内容 大家简要的看 史记的魏释迦 那么史记的魏释迦里面 涉及到我们本篇所涉及到的 梁子劝说梁慧王的事情 也就是说 史记在做的时候 史玛迁是参考了孟子的 也是把孟子这个书 作为他重要的参考书 这里面就讲到梁襠王 当时就是疲于攻守 跟各个国家打仗 所以他很希望能够复国强兵 所以才会背礼后避 就是礼贤下士来招贤人 当时来的贤人很多 其中有周延 淳于坤和孟科 这是当时最重要的一些人 所以梁慧王就问了他们一些事情 说我现在面临很大的困难 你们谁能够帮助我 我自己很惭愧 我觉得我对不起先人 因为梁慧王的先人是谁呢 大家如果熟悉 这个春秋战国的历史 就会知道 最先是魏文侯 魏文侯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然后是魏武侯 魏武侯传位给梁慧王 那么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 所以梁慧王说 何以立无国 这就是我们等会要说到的 孟子就为此讲了很多的话 他特别讲到为人君 做人君应该怎么做 他认为人君就是仁义而已 何以立为 后来他劝说梁慧王以后 梁慧王其实并没有说完全不采浪 但是也没有按照孟子的意思 孟子的意见完全去照办 等到没多久 梁慧王就过世了 梁慧王过世以后 传位给儿子湘王 湘王他的志向 跟慧王志向不完全一样 所以后来 孟子留了一段时间 见到了梁慧王 见到梁慧王以后 实际上他是很失望的 所以后来才离开魏国 到了齐国 我们下期见到梁慧王以后 我们下期见到梁慧王以后